哈囉 大家好 我是丁丁 今天這支影片我們來講到 韓版天堂M6月第一週的更新內容 第一個活動就是古代的暗黑沙漠副本 只要每天擊殺600隻古代沙漠的怪物 就可以獲得龍之聖水一罐 然後這個古代沙漠的遺物碎片 它可以兌換的獎勵內容 有神秘的變身卡包 還有祝福聖水大這些比較有價值的東西 其中還有救護證書可以兌換 再來第二個活動是這一週的 平陣掉落加倍改到了黑暗修煉地間 大家好好把握一下這個時間去打平陣加倍 下面一個更新活動就是 陣王將士的紀念日特別放送 它在活動中會獲得一個陣王將士的紀念勳章 這個勳章在身上就會獲得HP加200 經驗值加3%還有PVE傷害減免加1的能力 接著韓版這週依然是有吉爾塔斯娃娃的獎勵活動 然後這一週的週間製作是 達卡里斯的特殊禮包 然後他的平陣只要使用8張 就可以機率去拼出潘朵拉變身卡 或者是阿努比斯的特殊娃娃 再來這一週有一個特殊的製作開放 他是有兩週的期間可以去兌換高階的商城飾品 你只要使用864個閃亮內衣箱子 就可以兌換一個加8的閃亮內衣選擇箱 864個肩甲箱子 就可以兌換一個加8的閃亮肩甲選擇箱 1440個手環箱子 就可以兌換一個加6的閃亮手環選擇箱 2160個印章選擇箱 就可以直接兌換一個加7的印章選擇箱 1080個耳環箱子 就可以兌換一個加7的輪提斯耳環選擇箱 1200個戒指箱 就可以兌換一個加6的戒指選擇箱 直接換高階畢業的商城飾品 大家如果箱子夠多的話 記得要好好準備 那你會說如果我箱子不夠怎麼辦 放心 官方他們幫你想到了 因為這一週有直接開放販售商城飾品大補包的活動 如果你想要換的話 記得把它買好買滿喔 最後提醒一下 韓版這一週的藍鑽平鎮 他一樣可以使用8個去兌換30個綜合印競選擇箱 如果失敗也會有15個 大成功的話 一樣給你一個獨特的子機箱子喔 好啦 那以上就是這一週韓版的更新資訊 希望你們會喜歡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囉 大家掰掰